麻辣锅 蒜肉片或是起司泡菜 韩式六里都是饕客最爱 在盲品旗下两间位在西门町的餐厅 出瓦跟向蜡食物中毒案再扩大 截至4月8号晚上8点 出瓦新增7例 已累积32例 向蜡增加19例 来到50例 两间店已经有82人陆续出现 呕吐腹血症状 写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 及中心院区设立食安特别门诊 民众若于4月2日至5日 曾经到这两家餐厅用餐 有肠胃不适等症状 可于4月9日至15日 星期一到星期五上下午各一门诊 协助民众就疫之外 政府也赶紧向上追查 部分病人检体验出落罗病毒 疾病管制署副署长曾淑慧分析 国内有不少腹血群聚都是感染落罗 病毒透过粪口传播 以食物被污染最为常见 尤其生食像是沙拉三明治 冰饼水果生鲜鱼被类 更容易夹带病毒 病毒三大来源都要查明 卫生局也分析 两家餐厅在同一层楼 水管又曾经破裂 可能有共同病因物质 其中水的嫌疑很大 就在王品集团营运长李威静强调 分店都有装美国认证净水器 恐怕也过滤不掉诺罗病毒 到底哪个途径 感染顾客诺罗病毒还要厘清 不过事后不破网 也难阻止受害人数再增加 环宇新闻城市 请订阅 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